这段时间跟俄罗斯有关的军事新闻很多 之前是成兵边境,仿佛要一举推平乌克兰 现在则是出兵哈萨克斯坦镇压当地的抗议活动 我这里好像很久没有关注过俄军了 那么这一期就来研究一下 其实对于现在的俄军来说 2008年的俄各战争 可以被看成是其军事转型的分界点 在此之前,俄军与仓俗之间连打了两场车绳战争 在经历重大上温后,逐渐走出了苏联解体的阴影 可以被称为重组期 而在2008年之后,俄军逐渐成熟 终于有时间检讨错误汲取经验 开始走上了一条带有自己特色的强军之路 而要了解哪一场短暂但重要的战争 按照老规矩,咱们首先就得谈一谈其乱元所在 南澳赛提地区 这里原本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州 经济极不发达,以农业为主 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业 人口也只有不到20万 主要是奥赛提人 他们跟格鲁吉亚不是一个民族 且两族在历史上多次爆发冲突 这个南澳赛提与俄罗斯境内的北澳赛提 原是一个整体 19世纪初先后被沙俄吞并 在苏联时期 前者被划给同属加盟共和国的格鲁吉亚管辖 后者则继续留在俄罗斯的境内 90年代苏联接体格鲁吉亚独立 但南澳赛提却一心想留在俄罗斯母亲的境内 格鲁吉亚西部还有一块叫做阿卜哈兹的领土 情况也与之类似 1992年南澳举行全民公投 要求成立独立的共和国 至此格鲁吉亚中央政府 与当地分离势力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 最终也灭为了大规模的冲突 后来在俄阁与南北澳四方的协商之下 冲突双方实现停火 并成立了四方混合监督委员会 俄阁军可派出部队 在冲突地带执行维和任务 不过表面上的和平并没能掩盖深层式的矛盾 2004年玫瑰革命之后 格鲁吉亚迅速倒向西方 开始与北约展开密切的合作 于是俄罗斯决议扶持南澳赛提独立 以牵制格鲁吉亚 2006年南澳赛提再次就独立问题 举行第三次全民公投 公投结果显示 高达99%的选民赞同独立 不过这一数据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之后的两年里冲突持续升温 到了2008年 南澳地区几乎已经实现了十字上的独立 眼见这么大的一块国土要丢 格鲁吉亚人自然不会同意 于是双方开始从打嘴炮走向了真刀真枪的对决 我觉得这场战争最夸张的地方 是极不平衡的实力对比 格鲁吉亚总人口只有区区三百万 而且基本上没有啥向阳的经济 我之前去过那边的高加索山区游玩 发现当地的基础设施极其落后 首都地毕丽丝远看还不错 灯红酒绿的 但只要走进城市的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 透着一股舒适的穷酸气息 而到了与阿卜哈兹建兰的祖阁地地区 我甚至感觉到时光一股脑回到了冷战时期 不 二战时期 进入山区后就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 厕所也是汗车 更别提手机信号了 唯一现代化的印记 竟然是那些被遗弃的舒适卡车 当然抛开环境艰苦不谈 那边的景色还是不错的 截至2008年 格鲁吉亚拼尽全力 能抽出来的正规军也只有2.1万人 其中绝大部分是陆军 重装备仅有128辆坦克 空巨能出动的战机只有9家 当时我就想 这样的国家敢主动打俄罗斯 怕是不能叫做以卵基石 而是得叫做以卵子基石了 反观俄罗斯 虽然跟曾经的红军相比 只是个破洛乎 但瘦死的骆驼兵马大 其账面上的现役兵力就有100多万 再加上铁道军 边防军等杂牌 更是高达200多万 仅住所在高架所的第58集团军 就有7万余人 又有坦克600余辆 各式战车2000辆 还有数百门火炮 120架飞机和70架直升机 当时格鲁加的总统 萨卡瑟利确实是亲美的 因此有些人说 他就是为了甜美 才拿到整个国家的领域去赌博的 但是一场赌局 不管庄家有多厉害 赌客总是有一定的几率 能够赌赢的 而从以上的数据来看 格方糊口拔压的概率几乎为零 就算是亲美 也不至于倾倒如此丧心兵狂吧 所以一定有某些现象 或者说有某些假象 诱惑格鲁加以身翻险 而这就在从格鲁加的战略设想说起了 首先格军的装备水平并不上 虽然重装备不多 但他接受了不少欧美国家的辅助装备 包括数千辆汉马和小型全地形车 格空军甚至还拥有一些UHE和黑鹰直升机 其陆军的100多辆T-72中 有不少是经过以色列改装的T-72SIME 战斗力比尔军原装的还要好 其外格军基层士兵的训练水平也不错 911事件后 格鲁加对美军开放领空 协助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 作为回报 美国派遣教官帮助格军训练部队 截至2004年 共卫系培训了四个特战营和一个机械化步兵连 后来有不少格军跟随美军参与了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与94年相比 2008年的格军在现代化程度上有了质的飞跃 远远强于只有民兵的南奥赛提军队 因此格鲁加的战略设想 应该只是凭借尖刀部队快速拿下南奥赛提 造成既定事实 随后与俄军对峙 并四季把美国与北约拉下水 提高俄军介入的成本 2008年的7月15日到7月31日 格鲁加拉上美国乌克兰阿萨白疆等国 在首都蒂比利斯附近 举行了一场名为既客回应的联合军事演习 而就在演习结束后的隔天 也就是8月1日 格鲁突然向南奥赛提的民兵开火 而此时美军的大部队都还没有走呢 第一轮交火造成6人死亡 21人受伤 随后零星的战斗持续了数天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俄军只是将5个英的士兵 调集到三令一边的北奥赛提 除此之外并没有大的动作 俄罗斯时任总理 事实上的一把手弗拉基米尔普京 也似乎并没有被边境上的枪声干扰 依然动身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 毕竟奥运会期间一直都有停战的传统 俄阁两国也都在奥林匹克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而直到此时 格鲁加收手都为时不晚 甚至可以写美之众 向俄方讨要一点好处 但显然 萨卡斯威利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他认为这样的时刻 简直就是天赤良机 此时不打 更待何时 8月7日战争正式爆发 当晚10点 格军对南奥赛提首辅 知心瓦利发动了压制性的打击 他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捷克生产的 RM70型40款122毫米火箭炮 这种老式武器射程远威力大 一轮骑射变了向敌军投射250公斤的炸药 但缺点是金杜萨 在密集的城区很容易造成平民伤亡 8日凌晨2点 格军地面部队约7400人 布坦协同地向南奥赛提发动了猛攻 与此同时 在西部的战线上 格军也对同样谋求独立的阿伯哈兹 进行了牵制性打击 早上8点 格空军的苏25攻击机也加入了战斗 高加索地区虽然多3D 但南奥赛提却处于山脉南路较平缓的一侧 首辅持截瓦利面前更是一马平穿 特别适合机械化快速作战 再加上格军准备充分先发之人 仅仅13个小时后 他们就控制了南奥赛提的绝大部分领土 慈兴瓦利市中心的总统辅上 升起了格鲁吉亚的国旗 可以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闪击战 此时南奥赛提境内唯一的敌对力量 只剩下位于慈兴瓦利城区西北部的 俄罗斯维和部队驻地 而到了当天中午 根据俄方的报告 这里也遭到了格军的炮火袭击 共有两名俄军阵亡 另有五人受伤 而这毫无疑问地给了俄军 进行全面反击的理由 关于这场袭击 有人说是因为俄军先行挑衅 格鲁吉亚掉入了普京的圈套 但实际上我倒觉得没那么复杂 如果咱们打开地图就会发现 俄军的兵营紧挨着城区 以格鲁吉亚那些老式重武器的准头 难免不会造成无击 作为回应 当天下午4点 俄第58军的两个重装甲集群 穿过高架索山口隧道 突然出现在南奥赛提境内 而这也是冷战结束以来 俄罗斯部队首次侵入他国的领土 先前占领磁青瓦尼的格鲁吉亚军队 在得知消息后迅速后撤 并重新建立了防线 当往10点 俄格两军在城市南郊爆发了激烈交火 凭借着绝对的空油和地面火力 格鲁吉亚部队被俄军全面压制 战至赤了凌晨 格方的大量装甲车和坦克被击毁 于此同时 俄空军开始纵身轰炸 格际内的军事目标 黑海舰队也快速完成了对格鲁吉亚海岸线的封锁 8月9日 刚从北军回来的普京 亲自前往北奥塞地视察 为麾下的部队打气诸威 直到此时 萨卡·史维利才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 不过和大多数人印象中不一样的是 此时在前线的格鲁军并未亏推 反而是重新集结兵力 并多次发动反击 就连俄军的指挥机构 也遭到了格鲁吉亚特种部队的伏击 58集团军的副军长赫鲁廖副中将 差点命上当场 与继承部队娴熟的战斗数量相比 格鲁军的高层反而显得畏首畏尾 缺乏组织和指挥能力 不过在绝对实力的对比下 任何威超都挽救不了战局 8月10日 格鲁吉亚全面撤出南奥塞梯 已经被吓破胆的萨卡·史维利 在正式开战几一天后 便宣布单方面停火 妄图向普京祈求和平 可是谁又会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呢 俄军不仅无视了各方和谈的请求 还继续成兵 加紧清脚南奥塞梯残余的格军 同时西线阿卜哈兹的部队 袭击了格军控制的科多里河谷 开一批了第二战场 随后而装甲部队突入格鲁吉亚境内 占领了祖队弟弟和赛纳集市 8月12日 俄军完成了对格鲁吉亚中部战略要地 哥里的包围 至此格鲁吉亚的军事力量 算是被彻底瓦解了 8月15日 双方签署停火协议 8月22日 新满一轮俄罗斯军队完成了撤军 这场短暂的战争 共造成格鲁吉亚215人阵亡 近1500人受伤 俄军则只有74人阵亡 171人受伤 平均伤亡则可能有数千人之多 战后南奥塞梯和阿巴兹 彻底实现了独立 萨卡斯威利曾经放出过豪言 只要战争开打 美国就会给格鲁吉亚提供军事援助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 只是他意想出来的罢了 诸葛美军全程观战 是从头看到尾 也没动一个手指头 毕竟这场战争 自打一开始 就严重缺乏正当心 可能看到这 有些观众会觉得 我这一次怎么站到了 额爹的那边呢 因为我的态度是一贯的 反对以主权历史为借口 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 这是目前国际上的共识 如果你支持俄军 说明你也认同这一点 与克里米亚不同 南奥塞梯地区 长期就有自己的自治政府和军队 因此只要战断一开 必然会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 而任何一个现代国家 都无法去支持一个 伤害平民的侵略者 俄罗斯也深知这一点 因此在战争宣传中 就针对此处疯狂暴击 不仅使得格鲁吉亚在舆论战中处于下风 更是断绝了北约国家提供援助的可能 而且在战略上 俄军介入战争的时间点 选得非常好 不注意太早 充分坐舍了格鲁吉亚侵略者的角色 也不会太晚 没让格军造成 占领南奥塞梯全境的既定事实 要知道 南奥塞梯居民中 有不少人是持有俄罗斯国籍的 再加上维和部队驻地召席 此时俄军反击 可谓是师出有名 以有道发无道 在战术上 显然俄军内格鲁吉亚的进攻早有预案 仅花了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战前准备 最后是以闪击战反击闪击战 装甲部队快速挺进 不图围坚只图击溃 争取在军事高压的前提下 做到小战而屈人之兵 在快刀斩乱麻的达成既定目标后 立刻停手 不给战争留出节外生殖的可能性 一套组合拳确实是干净利落很利毒辣 不过如果深入到前线 情况就不一样了 与格鲁吉亚部队恰恰相反 俄军基层的职业化素养表现得相当差劲 首先组装装备的妥占度极为低下 95%的装甲武器都达到了最大使用年限 甚至其中有约15%未占先失效 指挥通讯仍主要依靠传统不坏机和电台 在前面提到的俄军被伏击的事件中 俄方指挥官之所以会暴动标 恰恰就是因为其借用了隋军记者的卫星电话 堂堂军级将领 尽量需要使用民用设备召唤部队 其装备水平可想而知 而且由于俄军普通步兵分队的战斗力不高 使得空降军和特种兵等精锐部队 不得不承担杂兵的任务 参与正面的进攻作战 好钢全都被用在了刀坝上 最后俄军始终未能完全压制格鲁吉尔雷洛的地面防空力量 且缺乏情报支援能力 以至于一架图号M逆火轰炸机 尽量被俄军老旧的S-200防空导弹击落 俄军看似打得吹枯拉朽 但细球起来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格军的力量实在太过弱小 且这么弱小的部队竟然还要两线作战 最后虽然俄军大胜 但从损失程度上来说并非完胜 所以在战后俄军逐步总结经验 暂停并纠正了此前全面以美为师的军事改革 尤其是在新防长少尼谷上带后 俄军开始走上了一条更为符合实战的强军道路 为保持快速反应能力 俄军保留了部分部队斯改履的改革成果 但与此同时又重建了洛干 具有苏军传统特征的摩布斯和坦克斯 以适应在西部和远东地区 进行宽正面大众生的机械化作战的需求 陆航和空天军也进行了相应的重组 经过几年的重整 俄军的面貌患然一新 这也在此后的叙利亚作战中有所体现 从此打赢哥鲁吉亚后 俄军的世界和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 之前车程战争的一霾被一扫而尽 就像是一只很久没有吃过肉的猛兽 终于又被血腥味唤起了野性 那么强大的俄军 又让俄罗斯也变得更加强大吗 显然没有 不仅没有目前俄罗斯的战略属性 反而要比2008年时被动得多 赢得战争后 它的攻击性展露无一 接连拿下科里米亚 介入叙利亚敖战顿巴斯 一头嗜血成心的猛兽 在品尝过鲜血的滋味后 只会变得更加饥渴 但是不管它怎么折腾 它能撕咬的部位 始终没能超过前苏联的势力范围 而这些行为 引来的却是各国的围堵和制裁 2014年后俄罗斯的GDP连年下缩 跌到现在连意大利都不如了 这头猛兽的爪子或许磨得很锋利 但它的每一次嚎叫 消耗的都是它为数不多的气力 对付这样的猛兽 猎人最需要的是保持充足的耐心 毕竟猛兽再凶猛 也终有老去的那一天 在河河河河河面 to bring you the best